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人无诅咒》 故事开始 这天早上小帅因为工作调动 所以带着怀孕的妻子小美从市中心搬到了一个偏远的小镇 而调到这个小镇的员工 镇桥大部分都是有色人种移民 不久后两人抵达了公司安排的住处 发现这里虽然很大 但处处都透露着一种破旧感 所以必须得重新装修一番 于是午饭后两人来到了镇上的杂货铺 准备买着小家具很日用品 然而在他们赴完账将要离开时 老板娘却突然说想给小美肚子里的宝宝祈福 门眼小美虽然觉得怪异 但为了表示友好还是同意了 接着老板娘就摸着小美的头念念有词了一番 姑且暂时起了福 然后又特地告诉小美 这个小镇可以是生活的好地方 这话让人十分摸不着头脑 到了晚上小美还是没有想明白这句话 她觉得可以是这个词太莫朗两可了 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但和小帅讨论了半天也没个结果 这时两人忽然听到外面有动静 然而小帅出去寻查了半天 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第二天下午小帅去上班了 小美一个人在家 突然听到外面又传来一阵异响 于是她顺着声音来到了房子旁边的小仓库 然后在里面摸索了起来 在这里她发现了前任屋主留下的东西 其中包括一些婴儿用品 一个音乐盒 还有不少关于杀虫剂的简报 正当她看得起劲之时 仓库的门却毫无征兆的关上了 任凭她怎么拍都拍不开 没办法 小美只好猛地撞开了门 而在她走出仓库之后 却发现门前的树上 正吊着一个渗血的小布袋 随后她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竟然是一个用布缠着的眼球 晚上小美将此事告诉了小帅 但小帅根本没放在心上 她觉得可能是孩子们的恶作剧 或是前任屋主留下的 对此涛哥表示 人眼珠都敢拿在手上看 要是涛哥分分钟报警 让警察叔叔救我 到了周末 公司举办团建活动 每个员工都带着家属一起参加 但小美因为人生地不熟的 一时还无法融入妻子们的小圈子 所以显得有些落寞 于是为了安抚她 小帅的领导送了小美一个欢迎篮 以及一罐自制果汁 回到家 小美正在百无聊赖之际 杂货铺的老板娘却找上了门 说是要送给小美一条项链 来保护宝宝 借此机会 小美趁机向老板娘打听前任屋主的事 但老板娘明显知道什么 却就是不想说 于是小美也没有收下项链 而是直接赶走了老板娘 随后小美在前任屋主的东西里 也发现了老板娘送的项链 同时她还看到了一个关于骨热病的简报 于是她一边摇晃着椅子 一边仔细阅读 直至这时 音乐盒的镜子里突然倒映出了一个鬼影 顿时吓得小美仰面摔倒 画面一转 小美被送到了医院 幸好宝宝没事 但医生还是建议住院观察一晚 晚上小美刚准备休息 就听到了一阵声音 于是她寻声前去 发现是小帅同事怀孕的妻子 正大喊着一个词诅咒 而正当小美想上前询问情况的时候 护士就赶来接手了 所以小美便只好回房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 小帅来接小美出院 正巧又见到了同事的妻子 然而同事的妻子 却完全不记得昨晚的事了 回到家后 小美再次调查起了骨热病的事 她认为田间的杀虫剂 就是导致骨热病的元凶 并且她在翻阅资料后得知 骨热病最明显的症状 就是会起皮疹 而更令小美心惊肉跳的是 自己的手腕上竟然出现了皮疹 这时小美忽然又听到了音乐盒的响声 于是她害怕的走过去 打开音乐盒查看 还好什么都没有 然而下一秒 一个红衣女鬼就出现在她身后咆哮着 此情此景下的小美也高声尖叫了起来 一人一鬼形成了二重奏 她估计当时女鬼也是吓坏了呀 画面一转第二天 小美开车去了杂货铺 而在她出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树上被掉了更多的小布袋 不久后 在杂货铺里 小美告诉了老板娘 骨热病的调查情况 想让老板娘帮忙警告镇上的人 不要再使用杀虫剂 因为小美觉得 镇上的每个人都信任老板娘 所以会听她的 然而老板娘却指出 如果杀虫剂真的有问题 那么从未在田间劳作过的小美 又怎么会起了皮疹 说明这和杀虫剂并没有关系 而分明就是诅咒的原因 于是小美只能和老板娘 再次不欢而散了 回到家后 小美又劝小帅 让她建议领导别再使用杀虫剂 但小帅觉得她是在没事找事 毕竟自己和周围的同事 天天在田间劳作 也都没什么事 然而就在两人就此事讨论之时 小美突然间腹痛难忍 于是小帅赶紧找了个医生给她检查 随后在医生检查完以后 小美忍不住询问医生 自己起皮疹 到底是因为杀虫剂还是诅咒 对此医生秉持了职业操守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但话里话外 却建议她多多祈祷 也就是说医生也更倾向于诅咒 到了第二天 小美仍然在弃而不舍地调查骨热病 而在前任屋主的笔记中 小美发现 这种病只会发生在女性的身上 而且隔壁小镇也爆发过这种疾病 看到这里 小美警觉的感到很不寻常 于是她来到了镇上的档案馆查找资料 接着通过出身记录 小美发现 自己小镇的出身率逐年下降 并且联系其他的线索 她认为骨热病只会发生在孕妇的身上 另外隔壁小镇也曾经出现过这种迹象 但近几年内不知为何已经得到了改善 而其中最恐怖的就是 出身率下降的事 只会发生在有色人种的身上 白人却根本不受影响 然后小美又去找了死亡记录 在这里她发现 前任屋主确实已经死亡 因此她相信 自己一直看到的鬼影就是前任屋主 而屋主就是想向她展示 杀虫剂对孕妇的毒害 回家后 小美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告诉了小帅 但小帅仍然认为 这只是个诅咒 不存在人为因素 并且还给她整了一大堆的巫术用品来保平安 夜里小美突然惊醒 看到屋外有火光 于是连忙拿起刀出去查看 然后一转身 就对着有响动的地方狠狠地刺了过去 没想到划伤的竟然是老板娘 而老板娘也赶紧解释说 其实自己只是在跳大神给小美保平安 虽然小美难以置信 毕竟大半夜在别人家门口跳大神确实很诡异 但随即她就下体流血晕了过去 画面一转 当小美醒来的时候 她已经在医院了 宝宝也安然无恙 随后跟着直觉 她走到了一条走廊里 果然在这里见到了前任屋主的鬼影 于是小美上前询问她究竟想要做什么 而前任屋主缓缓地抬起手指指向了小美的肚子 吓得小美误以为她要伤害宝宝 随即就跑开了 接着在无意中 小美跑到了一间病房的门口 这里住着的是那个同事的妻子 此时护士正在逼迫同事妻子签字 还威胁说不签字就没有医生 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 文言同事妻子只好无奈地签了字 过了一会儿 当小帅来医院看小美时 小美告诉了她自己目睹的场景 然后要求小帅明天去隔壁小镇打听情况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 同事的妻子被残忍地做了引流手术 第二天 小帅按照妻子的嘱托 来到了隔壁小镇的医院 然后从一位医生口中得知 这里上一任医生 正是小美现在的主治医生 这让她瞬间就惊出了一身冷汗 于是赶紧打电话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美 门言小美立刻去医生办公室翻找 结果发现 昨晚同事妻子签字的文件 居然是绝育同意书 并且自己周围的女人们都做了绝育手术 而前任屋主正是死于手术引起的并发症 然而下一刻 刚知道真相的小美就被医生发现 然后强行把她绑在了手术台上 准备做手术 正在小美难逃一劫之时 小帅突然出现解决了医生 这让小美是又惊又喜 然而一声枪响 再次终结了小美的希望 原来是小帅的领导赶来一枪击中了小帅 接着领导坦言 去世自己就是医生的帮凶 而小美的皮疹的原因是自己给的果汁 根本不是什么杀虫剂 说吧就要用枪指着小美准备让她领格犯 而此时小美已经放弃了挣扎 直接闭眼等死 但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前任屋主突然现身 对着领导咆哮 小美见状趁机一头撞向了领导 然后领导躲闪不及砸破了玻璃 就这样被碎玻璃给扎死了 而前任屋主完成了复仇 也心满意足的原地消散了 画面一转 小帅并没有被击中要害 小美也顺利的生下了宝宝 一家人其乐融融 故事到此结束 你敢信吗 本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在整个二十世纪 作为全国优胜运动的一部分 美国各地超过六万四千名男女 被强行绝育 正如本篇中所展示的那样 他们限制那些被认为 基因不适合的人升职的权利 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有色人种 这是极端种族主义的表现 也是非常彻底的种族歧视 时至今日仍然令人心惊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